好,现在来讲一下怎么样上传影片的这个文章 一样到后台来的时候,然后按新增文章 新增文章的时候呢,这边,譬如说这一篇是 房地产的文章,第一篇好了 然后点一下这个内容的地方 它这边会出现固定网址这边 那建议这边改成英文的 我随便打,忘记房地产英文什么了 建议是打英文,然后这边就放影片 然后放影片有一个技巧就是要让它伸缩 自动伸缩,什么叫自动伸缩呢? 比如说我这边这个影片 点进去之后这个影片 它会自动伸缩,就是我把浏览器变小的时候 它影片会自动缩小,有没有 所以用手机看的时候它影片就自动缩小 那如果用一般的方式潜入的话 它不会这样自动缩放 没办法这样子自动缩放 那要怎么样才能让它自动缩放呢? 便于手机也能够观看 就是要用这个,这个Fusion Page Builder 这一个,这比较特别 这个是这个布景主题的外挂 如果没有这个外挂的话 没办法这样子用 然后点下去之后 这边有一个Builder Elements 元素,这个元素里面有一个YouTube 把这个YouTube拉下来,放开 然后呢 要去编辑这个YouTube的框框 然后就点一下 然后它要把那个Video的ID放进来 ID就是后面这个数字 那我们先去抓一个影片 这个影片好了 这个影片,这个就是ID V等于多少这个就ID 我们只要复制这个就好了 不用复制一整串网址 这个是不是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我们一般是复制这个迁入码 可是这个迁入码贴进去 它没有办法自动缩放 没有办法自动缩放 它750就是750 没有办法自动缩放 所以我们要复制的是这个ID 那ID复制完之后呢 再回来 就把它填上去就好了 ID填上去就好了 好 那这边呢 我们再去打750 42 然后 要不要自动播 如果你也选择要自动播 可以按yes 然后底下这个就不用打了 好了 按save 之后如果我们要打字的时候 就是再回到这个defaultedit就好了 回到defaultedit 你就会看到它的 它的解码已经打上去了 那你再按enter 底下你就可以开始 开始打这个文章 文章的内容 开始去打你的文章内容 糟糕 开始去打你的文章内容 那我会建议就是大概到这边的时候就按这个插入继续阅标签 继续阅标签 然后右边就选择好你这个类别如果是房地产投资就选房地产投资 然后标签呢标签你就一样标签就一样房地产投资新增 好那这篇文章呢这样就完成了 发表 OK让我们去前台看一下 好 那就变这样子 它会自动 它会自动抓一个影片的第一个画格来当做缩图 这是它的好处 那为什么要抓第一格当缩图呢 这样子的话比如说我点这篇文章点进去 它这个缩图只有在首页会看到 你看它 因为我刚选的自动播放 很多人已经学会了技术 但是最后一离路最难的是 好 那它确实会自动缩小 会自动缩小 这个缩图最主要的目的是 让人家看这个网站的时候 它就会容易点选它 那它只要一旦点选这个缩图之后 它就会直接到里面去看这个影片 而且看到你更多的内容 那如果说像Jeff Walker的做法的话 因为它里面倒是没有什么文字内容 所以我们再看Jeff Walker这个 它的做法是直接把影片就修在首页 把影片修在首页 那因为它其实没有什么文字 它文字量不多 这主要是影片 所以它也没有要让人家再点进去 假设你再点竹子 点进去这个文章里面 其实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看 因为它没有什么文字 点进去主要就是留言吧 看别人的留言 这是它的规划 那我们的规划 我是把它规划成 最好是有缩图啦 这样有缩图 点缩图之后就可以到内文去看 好 那缩图呢 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们在YouTube这边上传影片的时候 在YouTube这边啊 如果我们希望你的这个缩图漂亮的话 缩图它都会以第一个画格当作缩图 所以第一个画格其实可以弄得漂亮一点 然后在这个YouTube这边 这边有个自定缩图 因为它预设上传上去之后 它会自动抓三张影片里面的三个画格 来当作缩图 可是这三个画格如果都不好看的话 我们可以用自定缩图的方式 然后自己上传一张图片 比如说这张比较漂亮 我把这张上传上去 然后上传上去之后 这张就可以变成 这一个 这一个的缩图 我按储存变更的话 把它预览画面的时候 还没开始播放之前的缩图 就会变成这张 那这张图片上面就可以打一些文字 就会比较清楚 那也可以让自己定义的缩图漂亮一点 这样子的话呢 每一篇文章都很漂亮 在这边看起来就会很好看 在首页的地方就会很好看 那像这个 我就没有放那个自定义的缩图 所以这是影片里面的其中一个画格 就比较乱 那像那个 美国的 美国的 美国的这个Morifolio 他 他就做得很棒 他就是 他的缩图都很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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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进去看一下 你看他的 还没播放之前的缩图都有文字 其实他就是故意放一张图片 上面有打好文字 所以他是其实花蛮多时间的 他是每个礼拜上传一个影片 所以他里面都蛮花时间的 其实他影片里面根本没有他的那个 有字幕的那个图片 所以这张图片呢 是 他自己自定缩图放上去的 他的每一个影片都是这样子 到他的YouTuber去 到他YouTuber频道去看一下 就知道了 你看 他的每一个影片 他都有放自定义缩图 所以他这个自定缩图上面就有打文字 所以在还没有点进去之前 就可以看到他这个影片主要内容在讲什么 那我们如果有办法说 花时间去让每一个影片都放一个自定缩图 这样比较清楚的话 这个部落格就可以很清楚的一目了然 他都不用去点这个文字 直接看图就知道你这篇文章讲什么 这是我想做的最主要的目的 好那 刚刚讲的方式已经 已经OK了嘛 就是 就是这样子去 把那个影片弄上去就对了 那播放到最后呢 他会出现这个影片 其他影片 如果我们不希望他出现其他的影片的话呢 在刚刚的那个地方啊 一样是回到FusionPatchBuilder这边来 然后按这个修改 好对不对 在这边他有讲 你加一个 这个等于0 就是去关闭相关影片 把这个参数打上去 按Save 再按一下更新 然后再去前台看一下 重新整理一下 把他拉到最后面 看一下到最后的时候 OK他就跳到第一页去了 所以只要把他加上刚刚的那一段 这个 这个语法 直接把他复制过去贴上去 他就不会出现相关影片了 好 所以我们就这样子开始去新增他的内容